哈喽哈喽 欢迎光临我的虾皮卖场 然后这个影片我们介绍一下卖场里的这一台索尼的像那个DVG 然后首先这台型号是索尼的HDR-CXG 这台的话是橙色是非常好的 外观的话是99新左右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瑕疵和伤痕都是没有 然后他在手里特别有这种分量感 然后造型的话也比较好看一些 然后开机开机的话 首先这台他的这个因为他是索尼品牌的吗 索尼品牌的一般他的记忆卡是这种 他不是用我们普通的SD卡 是用这种他叫MS短卡 就是memory stake 有长的有短的 然后这台是用的这种短卡 这个短卡的话可以自备 也可以在虾皮卖场里面加购 都是可以的 也很好找 这个卡也不是最贵的 目前的话也比较容易买到 然后我们把这个卡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 首先是我们的开机 开机的话是在转轮这个位置上 用这样转一下 他就开机了 然后同样也是这个 他现在识别我这张卡 可以看到这个索尼的这个 画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 切换模式的话是这样 往左边这样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是照相模式 拍照的话也就是这个键 然后射录的话是这个键 然后再一下的话就是轻质 然后如果我们想看这个回看的话 是这个键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是射录的 回看这边的话是相片的回看 他这个整体也是全触摸荧幕操作的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呢 这台索尼的这个相机的话 他带一个这个夜视功能 就我们把这个打开的话 它是一个夜视的功能 就是我们在光鲜很暗的情况下 或者说在 或者说在晚上的时候也可以 可以很清晰的拍摄我们想拍摄的物体 这个也是挺有趣的 可以试一下 这样一下就是关掉这个夜视功能 然后左边的话这边是我们的这个菜单 菜单的话下面有这个 也有几个选项 也是非常简单 操作起来也是很 很很容易的 就是一些 因为他主要都是触摸荧幕吧 所以说就是我们就 不需要太多的按键 只要想 想怎么设置就直接点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也可以进行这个变焦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当然这边是微变焦这个的话是快一些的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边进行一个调整 这个的话也可以是 就是打开的 打开的 就是我们这个录像和 摄像模式才可以用 开始开始录像和结束录像这样 好这台相机就先介绍到这里说 关机的话也是这样 这样的话关机之后他这个会自动关掉 然后是非常不错的一台 收录机没有任何的瑕疵也没有任何的 污点 然后我们使用起来的话也是很方便的 因为他是这个比较大的品牌 而且是比较热门的这样的一个系列 所以说他的这个画质什么的也是很不错的 1080高清的 然后他不是CCD啊 他是COMOS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那个机型就是我们感光感光元件 好 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说不懂的话可以来问我